這為什麼和卵巢生殖系統有關 其實它是一個統計的結果 就是說如果是特別從 鼻腔裡面長出來 不是在外面的這一種 特別就是跟我們的生殖 會有點相關 喔 鼻腔有問題 鼻腔有所謂這種 對面相的這種說法 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你的鼻子 對應到身體的器官來講 鼻翼這兩側對應到 剛好就是我們的 女性的卵巢的位置 那鼻尖跟鼻頭 就是比較偏脾胃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老是長的位置 都是在鼻翼兩側的話 就要小心你的這個 生殖的周期 月經周期會不會比較亂 或是有沒有什麼 這方面的問題這樣子 欸 大家不是說周期是這裡嗎 對啊 下巴 下巴當然也是 但是鼻翼長痘痘 很多人的第一個動作就擠掉 對 好擠好擠 對 這個擠到底 王醫師在你的角度 大家都念過健康教育課本 告訴我們 青春痘請勿自行擠壓 就告訴你 你擠了之後會出問題 那剛才其實婉婷有提到說 我們鼻子這個地方 真的叫危險三角 真的是 不過我們臉上有兩個 危險三角 這是一個比較小的危險三角 比較大的三角的話 是從你的眼角到你的嘴唇 這個是比較大的三角 這也是一個大的危險三角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說 我們鼻子這裡面 再進去都是很多鼻痘 我們臉這邊有很多鼻痘 那很多人 鼻痘是屬於很鬆軟的組織 可是鼻痘在進去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的海綿痘 那海綿痘是 墊在我們的腦袋的下面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你這邊有擠豆子 萬一你有發炎的話 它很容易往裡面吃進去 因為鼻痘本身裡面 就是一個很空曠的 再進去就是所謂的海綿痘的話 萬一你造成發炎的話 它有個專有名字叫 海綿痘 血痘 靜脈炎 輕的話會造成腦摸炎 重的話這個毒素會跑到全身 那在以前的話 真的你可能有些個案就是 就是這邊受傷或是擠豆子 真的進去跑進去的話 會造成生命的危險 不過現在因為抗生素還真的滿發達的 就像Paul一樣 你長豆子之後 進去 先打個一針 先打個一針 後面再把籠擠出來 這樣這個問題 內服外敷處理掉之後 他的病情才好的 那有需要那麼大針嗎 我是覺得啦 他可能藥是經過稀釋啦 因為以前的藥的話 他濃度比較高 他都稀釋 所以以前的針管都是那種玻璃針 對 那麼大針 那現在都很大的 那你現在去醫院看 現在都是要5CC的小工程 所以藥本身的濃度有做一些調整 就是說剛剛是講說這個 鼻子長痘痘 那其實我們其實也可以透過顏色來看 顏色欸 對 就是剛剛說長痘痘 一般大家想的都是紅色的嘛 所以紅色的痘痘 大概都是跟這個 妇科相關 所以一般如果說鼻頭的顏色都紅紅的 可能大部分會有月經不調的問題 這時候可以吃一些海帶 因為月經不調 大概都是身體有一些瘀 那海帶它可以軟肩化解 鹹又可以入腎 所以用這個東西來調理是可以的 那青色的部分就是說 你會覺得他的鼻頭綠綠的 就在素眼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這個人的臉色發青 然後鼻頭也是青色的 這種很明顯就是皮鬚 從小朋友身上更容易看出來 那這種皮鬚的情況就是吃一些山藥 或是從腸胃的方向去調理才可以的 那所謂的黃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是黃種人 你很難分辨說你的是黃還是皮膚嘛 所以一般我就是看有沒有光澤 如果你的皮膚是黃或是你去曬黑 那你的黑中要帶紅或是黑中要帶亮 這樣才是正常的膚色 可是你的黑或黃是暗暗的霧霧的 看起來好像是黃膽 或者是那種沒有元氣的黃色 這個時候表示說你的身體是有感染的情況 那它跟生殖道相關 也跟泌尿道相關 所以我們可以吃一些像蓮藕 通俏然後利尿的一些食物來改善 對白色的話就是屬於這種氣血量 虛達一般都是可以看到那種過敏的小朋友 整個鼻子都很蒼白 臉色也很蒼白 就吃一些百合來改善這個氣管的過敏 那發黑這個就比較慘了 發黑就是說 鼻頭發黑 對 它可能整個額頭或是臉色都會比較黑 那發黑又是在這種生殖氣管的位置 它大概會常常筋痛或什麼 也是吃更強的話育的食物 像黑木耳這一類的來改善 這個都是徵兆 對不對 那如果就是鼻翼長痘痘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來藉由吃還是喝來做調理 不一定是哪個地方長 就是特別這個地方長 然後又是軟巢的部分 其實有一個東西叫做異母草 大家可能都聽過 異母草是調子宮的嗎 對 就是調我們 不可以喝嗎 不可以喝啊 你要多喝點 會長婦女孩 對啦 因為異母草雖然講說是異母 但是其實男生會比女生更適合 真的嗎 因為男生都沒調過嘛 女生多少都會調 對 一調就會覺得很有感覺 就有效 對 對 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就異母草15克 紅糖15克 然後煮100CC的水 每天喝連喝7天就可以了 這樣 7天喔 加4次剛剛就不用打那麼大針 7次4次9天喔 穿裙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三個小針兆 就是耳朵會覺得發紅 這要先來定義一下 對 彭醫師 所謂的耳朵發紅是三不五時嗎 整個耳朵嗎 還是怎麼樣的一個定義點 其實它比較偏耳垂的部分 因為耳垂這邊循環比較不好 但是我們就不要再多說了 原則上就是以耳垂為主 耳垂為主 然後每一次就紅的 對 沒事你就看這個人 耳垂都紅的 我剛捏的 對啊 而且真的 最近我們一群那個 大家在吃飯的時候 不管是沈玉玲 小鐘 然後張維忠 潘若迪 我們共同的一個 大家一個困擾就是 晚上睡到一半的時候 耳朵就開始發紅 尤其是大概一兩點的時候 更年期 我們後來有討論了一下 我們發覺那可能是熱潮紅 所以我們想說 是不是會不會 我們這個年紀的男生 也會有這種所謂的更年期 所以有熱潮紅 然後每次睡到這兩三點的時候 真的 好熱 全身發熱 而且是那種 不是那種冷氣開不夠 是那種自體這樣發熱 尤其是這個最熱是這樣兩個在裡面 紅紅 紅紅燙燙這樣 甚至他們說 他們老頭有時候摸到說 摸到耳朵的時候覺得 怎麼會那麼燙 感覺它是發燒 但是摸到這個額頭的時候 卻又沒有 後來發覺說 其實女生這邊 可能有很多普遍的狀況 他們說這其實就是 更年期的熱潮紅 而且男性也有 真的假的 這個紅紅 大家都有個問題 紅醫師 你看一下 Paul的耳朵 Paul的耳朵是 上半截比下半截耳垂還要紅 對 所以他這個紅是 自己耳朵在比是不是 所以他這個耳朵就是有紅 他其實耳垂也有紅 只是他的耳殼也變紅了 更紅了 所以等一下講的問題 他是很對陣的 真的嗎 還好沒有 不是生理系統了沒關係 對 但是你剛剛生理系統 嚇死人 對啊 會危險 對 還敢說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關聯性啊 其實啊 這個眼睛鼻子的耳朵 比起來耳朵是最準的 真的喔 中醫他很特別 他的耳朵 他還把它弄成像一個 倒立的胎兒 就頭下腳上 所以他對應相對的位置 所以我為什麼說看耳垂 因為耳垂一般是 循環比較不好的地方 如果連這裡都變紅了 表示說你的頭相應的位置 他缺血的很嚴重 耳垂的地方有一個地方叫做冠心溝 意思就是說我們在臨床上 發現這個人快要心臟病發了 快要冠心症之前 他的耳垂會出現一條很深的皺褶 這是有科學的地方 有聽過 有聽過 對 90%會準的 或者是他曾經有中風過 他這邊就會有一條 兩次就兩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家裡長輩的耳朵的耳垂 其實他還蠻準的 而且他的耳垂的質地會變硬 就是會變得沒有這麼有彈性 不會這樣呆呆 不會這樣子垂 它會整個變硬 然後變紅 變暗色 所以耳朵要柔軟比較好嗎 耳朵一定要柔軟 剛剛講肝開竅於木嘛 那什麼東西開竅於耳呢 腎嘛 所以我們的腎氣 可以透過耳朵的各種反應 來看身體的腎氣的腎衰 那腎氣在中醫來講 除了腎臟 還有包括血壓心臟 還有剛剛講的自律神經 其實都相關係了 所以大家講的也都對 但最嚴重的就是說 這個心臟病的部分 哇 那怎麼辦 耳朵出現什麼症狀 在你看待的健康是會出現問題 其實耳朵的血管 就像我們中醫講的非常的豐富 所以當你開始心臟有缺氧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它也開始會有缺氧現象 所以其實我們中醫跟西醫 基本上這個觀念 那個冠心功的觀念 是最近來說 其實基本上是吻合的 所以它的冠心功很特殊 它是一個斜線 就是對應的 你這邊的耳朵 就是一個斜線 會對應到你的肩膀那個地方 對 那有時候你看很多病人 真的身上真的蠻明顯的 真的喔 真的很多你去大醫院 只要是看那個心臟內科 或心臟外科 大概很多外面的病人 你有沒有 你現在去看醫生 醫生會跟你說 你可能有問題 所以他們其實病人 自己都互相會看 所以說這個基本上是蠻準確的 那如果這個問題的話 麻煩一下 你是有高血壓 有心臟病 有高血脂症的病人 一定要有配合醫生好好治療 這非常重要 另外一種是說 有一些人 我們在以前看到痛風的病人 他們痛風久了之後 那痛風石會寄在哪裡 耳朵 不是只有在腳高的部分 他在這個地方你會有 那就是所謂的痛風石 像這個照片上面 對白色的部分 白莉莉那個是痛風石 對 那痛風石這個部分 基本上一般人會覺得說 他如果破掉之後 你沒有白色的部分 很多人就喜歡去挖它 其實很容易造成感染 因為痛風石所造成的那個傷口 基本上不太容易癒合 如果遇到這個狀況 一定要好好請醫生去照顧那個傷口 我們這邊有一些圖 可以看一下這個耳朵的這些形狀 對 比方說如果說你在特定的部位出現特定的症狀 你就可以知道體內其實發生某種情況 比方說它在這個支氣管 支氣管有點像我們這個交界的位置 它出現一些紅紅的血絲 第一個嗎 左邊呢 左邊第一個 對 因為這個地方出現一些血絲的位置 然後下面這個凹窩剛好就是我們 因為頭下腳上嘛 剛好是在心臟 然後支氣管那個位置 所以它出現的這個症狀 就是表示我們心臟 支氣管 血管這個部分出現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本來的耳朵應該是像這樣 可是它後來萎縮成最右邊那個 整個耳朵萎縮掉了 會其實它已經70幾歲的一個老伯伯 對 因為它就是長期臥床 然後它可能還有心律不整的問題 這樣子喔 然後耳朵會慢慢慢慢縮起來 會整個縮起來 然後到最後 它整個就貼住 它也撐不開來 它整個也撐不開來 對 所以像這種就是很嚴重的情況 可是我意思就是說 在那之前 它一定是會先出現某種症狀 比方說第二個圖耳垂有兩條重線 在耳朵 有 對 就是有兩個像肩膀的重線 而且它不會消失 但是透過適當的按摩 揉捏這個耳朵的位置 可以讓那個勾變淡 同時就是反射性的 像 調理我們心臟的冠狀動脈 讓它的症狀變好 所以如果你有出現這個症狀 像這個 這兩張筒就更明顯嘛 下面那個腸胃症狀 它也是有冠心病 下面也是有一條重勾 然後在中間那個腸胃 對 因為下面那個大的窩是屬於心臟 下面那個窩是屬於大腸小腸排泄的位置 也出現了點狀的一個隆起 很像長了一個瘤 但是按下去有感覺又不會痛 它其實已經是初期的反應 這時候我們應該可以就是 按壓那個有異常的位置 然後按壓這些很深的凹陷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調理來按摩 我們體內的一些五上六腑這樣子 好 所以剛剛彭斯有說啦 是不是透過一些按摩啦 穴道啦 我們來保健我們的耳朵 對 耳朵按摩有一個特殊的方法 分成五個步租 大家就可以跟著做 非常的簡單